机器人与App有两种连接方式 直连模式、路由器模式 直连模式 首先开启机器人电源 打开RoboMaster App 点击右上角的连接状态图标 选择直连模式 切换智能中控上的连接模式按键 至直连模式 下一步 前往系统设置页面 连接机器人WiFi 机器人对应的WiFi SSID和初始密码 位于产品智能中控上 即可连接成功 路由器模式 通过路由器连接机器人 支持多台机器人联网竞技 获得更大信号覆盖范围 打开RoboMaster App 点击右上角的连接状态图标 选择路由器模式 前往系统设置页面 连接局域网 连接成功后返回App 再次输入局域网密码 可自动生成二维码 切换智能中控上的连接模式按键 至路由器模式 接着短按连接键 听到请扫描App上的二维码的提示音后 将App上的二维码 放置到机器人相机前 继续扫描 直到听见正在连接中的提示音 即可移开App 当机器人的装甲灯围 青色灯常亮状态 且App上飘装提示 连接成功 即完成连接操作 修改重置WiFi SSID和密码 确保移动设备 通过直连模式连接机器人 可在App中设置 连接页面 修改WiFi信息 修改后 点击确认 重启机器人 且使用新的WiFi SSID和密码 连接机器人 RoboMaster SE 机器人WiFi重置 将连接模式按键 置于直连模式 长按连接按键5秒 直到听到WiFi传置成功 即可松手 机器人会快速重置WiFi SSID 和密码为初始设置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ov达 机器人 问四我 伦头心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